五岁女孩被带到男厕所 对着镜头脱下了上衣 绑匪要价三个亿 否则当场撕票 为了救人 孩子妈妈跪在公共面前 借走了全部养老金 可警方调查发现 这竟是孩子妈妈 自导自演的一场阴谋 为了揭穿骗局 警察全副武装 跟踪女人来到了一处公寓 不想刚一进门 孩子妈妈竟让人给杀了 不过好在还没死 种种迹象表明 失踪的小美刚刚还在这个房间 公寓主人名叫朴桂花 家里存放的很多婴儿用品 水池的杯子里有不明液体 看来桂花给女孩喝了什么东西 精化液 液体竟是朴桂花自产的桂花母乳 并且过期时间高达五年 里面全是大肠赶军 与此同时法医还发现 小美才是朴桂花的亲生母亲 女孩妈妈躺在ETC里闭口不言 事后她才承认 小美是她五年前买来的 为了诈骗养老金 她联系到一个老六 上演了这场绑架 老六说给自己找了个保姆照顾孩子 没想到此人竟是小美的亲妈 在一处踩沙场 逃跑的老六被警方抓获 原来她就是当年联系卖孩子的中介 除此外她还透露一个消息 朴桂花患有重度精神病 女孩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公园里 桂花将五岁的小美塞进婴儿车 女人大脑早已短路 在她眼里 小美还和五年前一样 是个刚刚出生的婴儿 很快 大屏幕上便出现了小美和桂花的信息 众人全都向这对母子投来了奇怪目光 此时小美受细菌影响已是严严的息 女人则推着孩子爬上一座高楼 说是要带女儿去玩过山车 楼顶上 女警苦口婆心劝说着桂花回头是案 可你说城门楼子 她说跨骨轴子 条桂花思维混乱 早已无法正常沟通 关键时刻 小美养母顶着重伤的身体 一步步爬上楼顶 原来五年来 她早已将小美视为亲生女儿 女人一边滴着血 一边诉说着五年来母女之情 跪在地上 恳求桂花能把孩子还给自己 随后她再也支撑不住 一头栽倒在地 桂花莫名其妙深受感动 将小美交到了女警的手里 故事结尾 女孩终于和妈妈团聚 条桂花也将受到应有惩罚 最大气的当属女人公公 她表示自己不再追究 三个亿她不要了